今天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事情 让我的心情非常的低落 但是没关系 依旧带大家 看一看 非常非常棒的东西 昨天呢在麦克那边 给大家看了一个新的楼盘 这个楼盘呢说实话呢 在某种以上来讲 依旧是价格是有点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 还是要比较高的 但是呢有的时候 我们在北美的话 会发现一些房价特别便宜的 比如说可能 我这个区呢 所有的房价 基本上在这个14万到20万 每刀 而且这个有新房旧房 14万到20万 之间 今天呢带大家看一看 这边的一个叫manufactured house 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移动房 这个房子的特点就是 政府呢为了解决一些 这个住宿问题呢 会给一些人 OK 你不用买地 你只需要买房在上面住 但同时呢 你得租地来住 我们这个直接上了啊 上来了 上来之后呢 这就是门了 这房子呢是一套完全全新的 进来看一下 这房子上锁 全新的房子 这是客厅 然后来这边呢 这是个厨房 可以看到 哇 厨房这个 冰箱呢 是全新的 你看 已经通了水了 然后这个是房子的照片 当然不是这座房子 然后这边呢 它还是没有完工的 所以给大家看看雏形 大概位置呢 就是这个样子 客厅呢 我在这个现场 这种体验呢 还是蛮大的 非常的大 但是呢 它是一个整个一层 这个站立面积呢 我刚刚看了文件 这个我所在的位置呢 站立面积只有 1400多尺 1356 可以看到这边是没有完工 还在装修 它有说什么时候装修完吗 没错 走进来之后呢 左手边 一个厕所 一个全域啊 可以 也不是算全域吧 这是半域 正好可以洗澡 然后在右手边呢 这是一个屋子啊 这屋子可以看到 这个它跟我说呢 这是要增加这个地毯的 但现在只有这个空荡荡的 还没有装修好的房间 整个面积呢 还OK 然后这样的一个衣橱 可以看到是非常普通的 再往这边出来之后呢 然后这边呢 这是一个洗衣间 这应该是洗衣间 然后这是 很大一个空调系统 很大的空调系统 然后这边呢 它跟我说是一个车库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出来了呢 因为它车库还没盖好 到时候呢 这只车库呢 是一个封闭式的 所以还蛮不错 窗外景还好 前面是办公室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做办公室 可能是一些社区的一个服务中心 然后这边也是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 也算是一个四卧 依旧是没有厕所的 所以它这个屋子 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但这个整体 还是蛮规矩的 然后再往这边呢 就是主卧 主卧可以看到 是相当大的 但这边呢 依旧啊 这个地毯什么都没弄好 有点脏乱啊 看这个 装修好之后呢 应该 还算是蛮享受的 但是窗外的景呢 就非常的局限了 因为它毕竟是一层 看到这个浴室呢 已经装差不多了 可以看到 进来之后 一个非常大的战域 泡澡的话 可能它此时此刻呢 是不具备的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里面放点毛巾啊 什么的 还OK 然后依旧是两个洗手匙 哎 一分钱一分货 但这样的屋子呢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 已经非常的好了 它只是还没有装修完 然后我们等一下 看看价格 你就知道 我为什么说 它非常的划算 因为很多人住宿呢 它其实就是要满足一个 基本住宿要求就可以了 没必要 说有家庭医院啊 因为如果说我买那个有地的 它就需要花很多钱 所以我们必须要花950$ 这个项目的 这个项目的项目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项目的项目 你每个月要花950$ 就算你买了买了之后 就这个 这个就将近已经要20万$了 税后的话 蛮贵的 我问一下 然后它一年这边的地税呢 大概是1700美金 同时呢 但是你每个月呢 要交这个950$ 那这个将近20万 我跟瑞斯这么合算了一下 10年的话 要交这个 几乎就是 一年的话 你要交1万多 1万多刀 然后再加上税就1万2 你应该光住这个房子 至少要交这个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 虽然说这个买的时候便宜 但就住的时候 就有点困难 所以说 你如果买了这房子 你就赶紧努力了 就赚更多的钱 要不然你就困难了越来 但其实还好 因为如果你买个 更大的房子 交税 我觉得还挺划算 虽然没有地 绝对不是 要是我的时候 我能租一个partiment 不愿意是这个 对呀 都不用买 不用买呀 你这个地一笔 掏这么大的钱 然后你每一个 相当于是掏租金了 是吧 嗯 现在那个一掏那个房 租金也就是1000多块钱 哇 这租这么大一个 可没有那么便宜 租这么大 没那么便宜 但是你 你相当于 你这个交税 就是我的租金啊 你不用花那个 一块钱的一大笔钱 就是我的认为啊 好 随便这个房子呢 在瑞子眼里 还不会很认可的 它这个房子 还在建设中 看不出来 这门口呢 有一个建成呢 我们去瞅一眼 然后 到我们下一个目标 各位 现在呢 我来到了刚才那房子 大概1.5公里之外的地方 说白了就是一个区 但是这座房子呢 它是个condo 都不是独立house 但是可以卖到将近4之外 那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我们去看一下 Race已经等不及了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它不是这个 它是一个condo 就是一个连排公寓 也不是这个house 也不是这个高层公寓 它是这种 又不是藤house 你过去不去了 哈喽 哈喽 非常遗憾 这个里边住的人 不让我们拍 但是呢 刚才我在地图上 又找了一个特别 有意思的地方 我觉得一定要去看一看 这个 可能我会很喜欢 我刚才在地图上 又找了一个 去看一下 我现在又买不起 啊 接下来我们来这个户型呢 我跟Race都有点晕 又像condo 又像这个townhouse 对 有点像连排别墅 等一下进去看看 这次能不能拍吧 能拍的话 给大家看一看 刚才瑞斯跟我说 他说这这种感觉 特别像中国的别墅 跑不着来去 走 它是condo OK 好了各位 然后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一进来客厅特别大 哇 我觉得这个屋主已经搬走了 所以它是空空的 这个房子大概将近2000尺 可以看到这边 哇 这个装修特别豪华 嗯 yeah 然后 进来之后呢 除了大客厅之外呢 左边应该是一个小小的会客厅 或者说你可以叫它为 娱乐间 但这边真的是家具都搬走了 所以成这个样子 然后正对面呢 是一个这个厕所 所以这个 这可以拉个帘子 做成一个小屋子 是吧 做一个屋子 书房 对 然后这个书房的厕所 我看那边一楼有没有客房 然后这边看一下 哦 储藏间 我先说一下 这个客厅是真的很大 我没有用广角镜 但是这边真的很大 然后这边是厨房 然后 这个装修的感觉来说呢 有点像这个奢华版 这个冰箱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好的 这边是可以直接接水 加冰块什么的 很现代 啊 这边看看啊 哦 这是一个储物件 然后这边应该是Garage 就是 这 看 我哟 很大的两间的Garage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很喜欢它 但是这个灯好低啊 几乎我脑袋会打上去 好 我们去这个楼上看一下 一个屋子好不好呢 我觉得 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 卧室 这个楼还有点高 它走的几乎小三层 好 到了一上来之后呢 就是一间屋子 这个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工作间 我个人感觉 很像孩子住的 这边依旧有这个小小的衣橱 一上来就是对了这个屋子 如果一上来呢 往左边走啊 是这个 这边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洗衣间 我相信这些家具呢都是送送的 这个洗衣服可以洗很多了 然后这边特别的合理 特别的安静 正对面呢是这个厕所 为什么是这个烧洗手翅呢 然后可以在这边泡澡 嗯哼 中规中具不错 看看这个 好 这个是儿童间 就给小孩子住的 大家可以看看 外边的景色呢 可能这个高度问题啊 还是不错的 就正好有一棵树给挡住了 没树的话也有一堵高墙 但有高墙的好处是 比较安全 它把这边都隔开了 看到小孩子这边呢 这个衣橱啊 设计特别的好 独特 它是推拉门的事 这样的话两个小孩子可以分开房 如果你有两个小孩子 好 我们就看一下最重要的主卧 这楼梯这个旁边呢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柜子 所以啊 把一些这个随手拿的东西呢 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 这就是主卧了 走进主卧 第一个感觉就是 非常的大 用这condo的这个描述来讲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主卧 好我们看一下主卧的这个厕所 浴室 也是双洗手池 一个泡澡的 泡澡 这个泡澡是吧 有点小啊 有点小 看这边 哦耶 看这边 这边是阳台吗 其实看到很多还没有阳台过 哎呦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啊 阳台是可以出去的 哇 一出来之后有点热 这个朝向呢 还是可以直面大山 景还是相当不错的 早上起来可以看看山 哎呀 这说实话 这算是山景房了 山景房 这边衣橱 衣橱 走进式的衣橱 大小中规中矩 还可以 我可以接受 当然了 所有人都可以接受了 就是灯有点黄 有点昏暗 好了 这就是整体二楼的这个装饰 一看到之后 这个整个色调来讲呢 还是挺有意思的 让我们看看这房子外面 一出来呢 你看门口 门口是这些 我觉得应该是公共区域 你是不能够自己种的 然后这个整个房子外观 看起来还是有点洛杉矶 比较独特的风格的 这个整个应该都是这个屋子 所以它被称为townhouse 但它这个 已经有点像house的规模了 因为它毕竟2000尺 今天呢 我看了三个房子 价格呢 都是在50万美金以下 中间有一个房 大家是没有看到的 我要跟大家描述一下 其实这房子说实话 你要不对比 你还真的不知道它的差距 如果说今天我看了这三个房子 你让我怎么选 我可能首选是这个 虽然它是贵点 比如说44万 但它整个这个区域呢 旁边就是梦 非常的好 学区也好 然后生活交通都便利 那个是39万是吧 38万 对 那个38万 这个呢 虽然它是townhouse 但是感觉给我们来说呢 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house 但他说它是condo 它是condo 对结果也可以 旁边绿化座特别棒 然后也没有多大的风 因为这边有一堵墙挡着 而且刚刚那个景 你看那个景了吗 山景 这个景特别漂亮 直接是看到远处的山 所以这边性价比要比那边高很多 而且这边是将近2000尺 要比那边还大 所以你要按照这个整个使用价值 还有它的房屋价值来说 这个是完胜的 对 绝对是完胜的 如果我选肯定选这个 所以看房子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没有经过对比 你是不知道有些东西 同样的价格 你可以买到截然不同的享受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和关注 我的视频频道 老规矩 以后呢 每周尽量给大家 就是如果我在美国 或者在北美的话 每周末呢 尽量抽一天时间 带大家看看这边的房子 因为 看房子是一种享受 买房子是一种目标 大家一起加油 我也加油 钱准备够 50万上下就可以了 哈哈 这还是有点高的 哈哈 50万上下 另外呢 住这个condo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比如说 你门前的花花草草 你是不用管的 虽然说 每个月要交一点点 这个物业费 但它们全部cover掉 如果你要真的自己养 应该是费时费力 同时呢 你还要费很多钱 对 而且这边有游泳池 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 有看到 对 其实在这边做真的很享受 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买房子的话 找麦克 这边的房子都多少钱啊 这188 119 187 195 然后498k 这是一块地 天 平均均价在将近200万 对 有个89万的那个 地嘛 是吧 没有 2800尺 嗯 2800尺 90万 刚才一路上呢 走过来啊 啊 听瑞斯说呢 这边有个特别好的房子 特别好看 当然买 买得起是不太可能了 就过来看一看 刚才一路上 车里也聊 聊这个事儿 就 就我们再定义一下这个房子 对于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价值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形态存在呢 如果说 房子是为了你的家庭 我觉得再小的房子 也是一个特别伟大的工程 但如果说自己住 满足一下自己对空间的奢求 我觉得再大的房子 也是一种折磨 我在真的想了一下 现在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呢 就是找到一个愿意跟你 一起打拼 奋斗 最后 住在你们未来 想要住在的地方 这个人 是最重要的 其余什么都 很扯淡 努力吧 各位 彼此 看着对方 我们下午 继续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